吉安乡风陵步道与白洋步道交界处 在去年接连台风的侵袭下 发生边坡坍塌的情形 商工所立即启动防灾修护机制 动用灾害准备金进行边坡整治的工程 并且兼顾山陵步道的天然景观 采用自然稳固的工法 除了确保民众通行的安全 也要维持风陵步道的美好景色 去年底因为台风接连带来豪雨 造成吉安多处观光步道边坡崩塌 影响到民众通行安全 吉安乡公所启用了灾害准备金 针对风陵及向阳步道边坡崩塌处 来进行修复工程 112年面临的风灾还有好大雨 我们的巡山源马上巡视到 整个山坡的一个波动 还有土石流落的问题 所以我们马上开启112年的灾害准备金 168万以及我们今年的113年的灾害准备金 共同完成的向阳步道 还有我们的风陵步道的一个颠簸上面的整个的一个防治 在这次的工法里面 我们守护山林 所以我们没有用水泥喷浆灌浆的模式 而是带来的生态未来 可以持续让植物继续生长 让草木一起来做向阳 也回归到我们所有山林步道的一个美 我相信无管是一个频率高的交通路网 或者是生活视讯生活权 我们随时要做好准备 也随时要在迅速的环块里面 完成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建构跟防护网 建设科长吴英玉表示 配合步道生态特别采用了自然稳固工法 兼顾边坡安全还有天然景观 挂碗互坡 这样是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方法 就稳定不要让它雨水直接冲刷 然后让边坡不要再掏掉 然后以后的话它会长自然的直升去做稳定这样子 当时在台风厅的时候 它有造成局部的边坡的土石方滑落 滑落部分低时间的部分有影响到车道的通行 那工所部分会针对影响通行的部分 做紧急的救灾 恢复道路通行 那后续部分我们会请故公司专运机师来现场评估 说这边坡是否稳定 需不需要做工程手段的改善 那后来的评估结果是需要说去做一些稳定的手段的改善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动之箱的灾害准备精 去做一个工程的维护这样子 多位项面代表也特别到场会刊 关心步道边坡修复情形 同时也叮咛相公所 各项公共设施要严格安全把关 确保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借吏会接安相报道 给优优独特别